據當地官員說,雖然有美國推動的停火 但是敘利亞民主軍和土耳其支持的民兵 在東北城鎮塔爾·塔麥爾的激烈衝突仍然在繼續 惠德官員週五對美國之音說 在阿列克、哈雅、塔爾·穆罕默德、基伯特、查莫 和馬克·穆迪亞四座村莊的戰鬥仍然在繼續 同時在土耳其支持下的敘利亞民兵 試圖從塔爾·塔麥爾鎮外7公里進城 在傳出戰鬥消息的同時 美國官員說,他們正在繼續推動雙方停止衝突 美國國務卿馮佩奧週五說 他在星期四與土耳其外長、赫募什維奧通電話時 重申了美國的立場 強調雙方都必須遵守土耳其總統 埃爾多安和美國副總統彭斯 在10月17日達成的協議 美國國務院的聲明說,國務卿提到了美國的立場 要求土耳其軍隊、土耳其支持的敘利亞反對派武裝 和人民保衛隊的撤退符合有關安全區的聲明 人民保衛隊是敘利亞民主軍的富爾德組成的成份 被土耳其視為恐怖組織 但是美國不認同這個定性 並且將人民保衛隊、視為仍然在進行當中的 打擊伊斯蘭國戰鬥當中的關鍵盟友 為仁國戰鬥 還有任由